2023年12月26日 粉丝们万万没想到 邓维会被自己的经纪人和助理俩人联手送上热搜榜 起因是邓维已经离职的前助理在网上发帖 说自己被邓维经纪人无故辞退 且被拖欠工资 消息一出就立刻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直冲热搜榜高位 事件导火索是因为助理在帮艺人点咖啡的时候 没有按规定使用化名 而直接用了助理在社交媒体账号的名字 经纪人认为助理没有遵守保密协议 所以需要被辞退 而助理则认为自己只是因为在咖啡杯上 写了自己微博账号名字 没写艺人的名字 所以不算大事 因为这种原因被解雇实在很圆 然而经纪人却并不认同助理的说辞 他觉得艺人的咖啡每天上下班都会拿在手里 粉丝和带拍每天都会拍下很多艺人的照片 助理这一举动难免带有给自己账号引流 和泄漏艺人隐私的嫌疑 因为现在一些极端粉丝 可以通过蛛丝马迹就查找到艺人的住址 更不要说那些会上门打扰艺人的私生犯 还有那些无孔不入的狗仔 若是不小心谨慎 就会引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且经纪人认为公司每个月的薪资 都是等到下个月10号才由财务统一发放 不存在拖欠薪资的说法 双方各自一词 难以调和 所以这位助理在离职后的第三天 就把双方聊天对话截图 直接发布到了社交平台上 引起事件的升级 最后导致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榜上 都出现了以邓维助理讨要薪资 邓维助理被辞退的原因等等词条 在这里我们不想对这两方中的任何一方 做出是与非或者对与错的评判 我只想来说说邓维 理智吃瓜的人都知道 这件事本来就应该是工作室和助理之间的纠纷问题 可是微博上的每个热搜词条 却无一例外地带上了邓维的大名 只因为邓维才是流量本身 他的名字就是流量密码 直接说经纪人或助理的名字根本没人关注 所以邓维这次真是人在家中做 锅从天上来 许多营销号也趁机下场 纷纷加入讨论的队伍 可笑的是 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最无辜的邓维 依旧是被各大营销号骂得最惨的那个 我只能说邓维实在是太难了 自从今年夏天长相思播出后 他就每天各种罚站热搜榜 就像是普通人都会做的挖鼻孔和戴尔环 这种在平常不过的事情 都要被反复拿来审判 被恶意解读 更有网友调侃说 邓维真是一个神奇的人 每次看他都是有黑热搜 实际再仔细看 他又没有什么真正的实质黑料 而从这一桩桩事件中 也可以明显感觉到 似乎有很多人在联动抹黑并且打压他 难怪网友们纷纷感慨 他的遭遇真的是和涂山景太像了 实在是惨呀 不管做什么 总有一波接着一波的被刺 一个一个造谣诋毁接踵而至 尽管他已经专心拍戏 只想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但仍然会有人攻击谩骂他 让人不禁开始猜测 这背后的种种原因和动机 我们都知道疫情三年以来 各地经济都遭受重创 影视剧也进入了寒冬时期 有很多人都好久没有进组拍戏了 好的投资项目更是凤毛麟角 所以各大公司经常会因为一些角色争取 和商品代言使出浑身解数 邓卫今年在娱乐圈发展势头迅猛 是不是动到了谁的蛋糕呢 这场闹剧虽然到现在为止 已经发酵了两天了 粉丝们心疼他 希望这个事情之后 他的公司能招到一个靠谱的助理 也希望工作室的经纪人 好好反省和复盘自己 规划一下怎么帮助邓卫更好的发展 而不是给邓卫带来不好的话题 对于此刻正在经历着此次事件的粉丝们 我想说的是 掌声虚声 胜过默默无声 邓卫现在正当红 他的公司又能力不足 请大家理智看待一切流言蜚语 继续做他最坚强的后盾 认真帮他投票做数据 他已经在认真演戏了 那么请你用各种支持声和数据 来证明他的商业价值 让各大品牌看见他并不是无人爱 而是真的有一群观众在默默支持 喜欢他 陪他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 风雨过后就必定伴随着彩虹和美好 记得点赞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